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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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可以用来做很好的一个花艺的创作 那蓝呢 就是说呢 最重要是在于它的这个体量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这个花气最精美的部分就是在于它的体量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体量中呢 看到非常用心的去编织的这个文字 这个体量的美啊 就是真的不是一般的语言所能够欣赏的 所能够形容的 因为呢 其实这个蓝呢 是我们仿宋朝礼松的蓝花图 所特别去定做的一个蓝 那因为是来自宋朝非常精致美学 所呈现的出一个器皿 所以呢 这个蓝它一般在欣赏的时候 都觉得它特别的正式 而且特别的庄严 那我们蓝呢 又分为前宫跟后宫 我们一边插花 那一边来聊一聊这个蓝 好 那蓝一般来讲呢 它有几个象征的含义 比如说呢 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蓝 它象征一种礼 那除了礼之外呢 蓝它也象征一种丰收 当我们有任何的一个丰收的时候呢 那我们会用蓝来去做 就是盛装它 盛载它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就是呢 我现在用的这一个 这个珊瑚茄子 或我们称为珍珠茄子 的这个果实呢 当我们在一个丰收的时候 或者在喜庆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会用一个蓝来安置它 好 那我先把它提一下 把它放下 那在很多的少数民族 甚至是我们的原住民 或者是我们汉族的文化 或者各式的这种少数的民族呢 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你要送一个礼 只要回娘家去 去看自己父母亲 要给父母亲送一个 他们所喜欢的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那都常常会以蓝来诚挚 比如说我们在闽南的习俗里面呢 古语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探望母亲 然后要给母亲送礼 去给母亲送一些 保健身体的一些礼物 然后呢在立下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回去孝敬父亲 孝敬父亲 因为这个时候呢 父亲可能要有 比较重的工作要工作 然后呢这个时候做女儿的呢 也必须要回去探望父亲 然后给父亲送一些 保健身体的一些食物 那在古代呢 或者是在早期的这个文化里面呢 大部分都会用一个篮子 把它盛装的 所以呢 蓝子变成是一个 就是以妆礼物为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含义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运用这个珊瑚茄子 珊瑚茄子 然后呢就把它做出像四面八方 有点做放射型的一种擦花的方式 那这个果实呢 自然的有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那我今天的这件作品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其实在一个蓝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叫做提梁 这个叫做提梁 然后呢 在前面的称为前宫 后面的称为后宫 那我们一般来讲 前宫会差的比较多的花材 因为前宫是向阳之处 那后宫呢是属阴的 但是今天我在后宫的部分 我的花材差的还蛮多的 那最主要是我要在前段的部分呢 加上一些花草植物 好 那各位阿卜萨接着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在往我守的东南的这个地方呢 我用了三朵的黄海鱼 那我们这个蓝子本身呢 它是小小的 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提蓝 然后我也是很希望就是能够保留住 这个蓝本身的一种美 所以呢 我就希望我自己呢 不要把这个蓝插了太大了 或太多的花 因为太大或太多的花呢 它会压缩掉 也没有办法展现这一个蓝的一个美 所以我在那边插了三朵黄色的海鱼 海鱼 然后呢 我在插了海鱼之后呢 我在另外一边的这个角落呢 我再加上这个针殿花 针殿 我把这个针殿放在西南的这个角度 西南 西南偏西的这个角度 好 我用两支的针殿 做这个部分的这个主花 好 然后因为呢 各位阿卜菩萨可以看到 那目前我用的颜色呢 都是属于比较高明度的花 高明度的花 然后我开始去运用一些绿色或白色做间隔色 好 那各位阿卜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用的这个叫做 叫做水晶火竹叶 这个水晶火竹叶 这个水晶火竹叶 叶脈非常的美 然后我用这个叶脈呢 的美来襯托 我的针殿花 我的两支增电花 然后也在称托的这个过程中 各位阿卜沙现在可以看一下下 就是整个 这个很高密度的这些花 经过绿色的一个配置之后 颜色就更加的柔和了 然后我再加一点点 薄类的植物 绿色的植物 把它压在下段 这是我们在宋朝的时候 一种擦花的一个花形 那除了宋朝之外呢 我们知道呢 其实兰花最早的起源 是源自佛教擦花 佛教擦花 那佛教里面关于兰花的记载 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 那天女散花有很多的 典故跟记载 记载这个关于天女散花的一个故事 那最有名的就是佛在说法非常庄严 很殊胜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天女就会下来散花 天女就会下来散花 然后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关于呢 明文节居士呢 因为生病 然后释迦摩尼佛呢 请文书施利菩萨 借探病 那去说法 两人借由这个探病说法 那宣示了非常殊胜的一个庄法 那就在彼此之间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说法的过程中呢 那天女就来散花了 天女就来散花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应用绿色的植物 把这个整个非常高密度的色彩 把它擦出来了 那我现在强调在东南的地方是以黄色为主 然后强调在西南的地方是以橘色为主 那我在后端的地方呢 我再加一点点蝴蝶兰 因为我手上还有几只这样子 蛮美的这个蝴蝶兰 然后我把这个 把这个蝴蝶兰呢 让它微微的在东南的这个 在东北的这个角度上 我们让它不要太长 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叶子 比如说我现在用一点点的这个山树叶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种山树叶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运用 柏这一类的植物来做它的下段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叶子 因为叶子它补起空间来 第一个它蛮有动感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始用山树叶去补这个 海鱼的这个下段 那一片这样子大片的山树叶呢 我们可以把它修成很多片来应用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剪这样子 把它剪成一半 就是一片叶子可以分成好几片叶子运用 那当然如果我们很讲究的话 就一片叶子只用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它是做这个下段空间 补空间的 所以我再剪一段 然后山树叶我们要插进去的时候 要把它这个叶片把它减少 像这样子 然后应用它这个梗的这个地方 让它插入到海绵里面去 再补一片这个叶子 那我一边在补这个叶子的过程中 就会发觉呢 如果我全部用这个拿薄呢 那就会感觉上整个空间 比较平面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加了这个山树叶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这样把叶子修一下下 然后它就很容易插进这个海绵里面 如果是纯粹以薄来讲 就会比较平面 然后我现在加了这个以后 就会感觉比较立体的感觉 好 现在把这个叶子再做一下下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就是 整个这个最原始的一个 蓝花的一个源起就源自佛教插花 然后就是因为说法到很殊胜庄严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天理就会上花 好 所以我们说佛前的供花形式有三种 那其中的一种就是 善花 我们有一种就是 敏花 然后就是所谓的对花 那另外一种就是平供 所以这三种是佛前最殊胜的三种供花的形式 好 所以善花也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唯摩节俱赐呢 那那个 在说法非常殊胜的时候 那 当天理来善花的时候呢 所有的那个菩萨呢 身上的花就自然脱落 但是有一些罗汉呢 身上的这个花就没有脱落 然后他们就看了就很紧张 这些罗汉就非常紧张 然后就想要把那个花 把它剥掉 就没有想到越剥就越黏住在身体 那这些罗汉就有点不高兴 他就跟这个天理说呢 你这样的做法不够如法 然后呢 那个天理就说 怎么会说是不如法呢 然后他说因为 他说呢 事实上只要你的 最主要是因为你的节习未尽 你的习气还没有全部脱进 所以 花才会灼身 如果你的习气全部都脱进了以后 那花自然就脱落了 所以这个眼神界 这个天理善花 事实上是也是一种 考验 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层次 然后 这也是关于 最早佛品共花的一段 非常 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记载 好 那我应用了这个蝴蝶兰做它的后段 好 那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 这件作品不只是前段很唯美 然后后面呢也非常的好看 因为后面的蝴蝶兰呢 也形成 一般我们会以蝴蝶兰为主要的主轴前面的设计 好 那我今天呢 是以蝴蝶兰作为后段 这个主要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在四周呢 也加上一些小小的白色的 圣山鹰这种小花 因为我们曾经很多次的介绍 就是呢 其实呢 这种 这种擦花呢 它不只是 就是前段很重要 因为这种花呢 它算是一个四面花 所以它前段跟后段 都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个四面 把它加一下下 因为白色呢 古人也讲说 古人在作画的时候说 白粒者五色成一 就是 当白色这个颜色一上去之后 你会觉得所有的颜色就更加出色 那这个花是 可以四面八方都可以欣赏的 所以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放在一个 就是比较空旷的 或者前后都需要欣赏的 一个空间呢 那我们就可以采取 用这样的一个插花形式 而且这样的一个 插花的形式呢 也受到非常多人的喜欢 就是 我们可以运用在各种的 展览的会场 或者家里有任何 喜事的时候 或者是在寺院 像最近有些寺院的 凉黄宝餐 然后或者是水路华会的时候 这种很庄严正式的兰花 也是很受到很多人 很多的师傅 他们觉得说 非常好的一个花形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件作品呢 也是一个 就是古典的一个 插花的一个蓝 那这个蓝呢 它六角形 然后它的编织工法 也非常的精美 那不同于前面的 前面那个是 比较宽广的 那这个是比较高的 那像这样的一个花器 它本身 因为是非常深的一个 接近黑褐色的一个色彩 那我今天呢 准备了一些这种 我们称为 公灯百合 公灯百合 这个花材呢 把它插起来 那我们会发觉呢 这个公灯百合的色彩 非常的缤纷 非常的缤纷 然后呢 插起来就觉得很喜气 而且好像那个 果实累累的一个感觉 好 那首先我就应用这些 公灯百合 把它插起来 插起来 然后 我再用一点点的叶面 做一点点的 这个深度的一个扩展 让它有一点点绿色 可以衬托去 衬托出这个红色 很鲜艳的这个色彩 然后我们再加一两片的叶子 因为这个叶子的一个应用呢 也是在插画的时候 蛮重要的一个基础 因为叶子的生态 生长本身呢 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用它的时候 不会觉得很舍不得 因为有些木本的东西呢 我们会觉得舍不得去用它 好 那我在这个后段呢 也加一些叶子 然后让它跟公灯百合之间呢 有一点点这样的交错 好 那我今天这边有一朵这样子大枝的 非常大枝的一个地后花 地后花 我直接把这件作品呢 直接用这个地后呢 来做这个主花 虽然这个花气有一点点小 不过有时候一朵大朵的花 一朵大朵的花 一朵大朵的花 它就厚助了整个作品的那个力量了 整个作品的力量了 那但是现在目前来讲 看起来这个主色系呢 都是偏红色 那我在它的下段 加一点点绿色的色彩 来补它的空间 有点绿色的颜色 好 然后一点点这个 杜鹃的这个枝叶 细细细细细的 像四周微微的散开 好 因为我们用了一朵很大朵的 这个地后 那我在它的这个下段呢 我就用一点点 这个绿色的细细的叶子 来把它这个厚重的感觉 稍微的 稍微的把它 稍微用细融的东西 跟厚重的东西 重点一起用 那它会把那个 太厚太重的感觉 给稍微修饰一下下 好 然后我们再用一点点 绿色的叶子 好 然后呢 我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再加一点点白色的小花 这边有几只白色的这个 玻璃痕之星 好 好 我们在角落的地方加玻璃痕之星 好 因为呢 其实白色的颜色呢 它在一件作品中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有白色的花出来的话呢 整件作品的亮度呢 也就会跟着增加了 好 那我们在这边加一点点 这个白色的这个小花 好 那我稍微把后段呢做一些修饰 好 因为后段会看到一些些海底 好 那基本上 在擦一个这样的花的时候呢 我还是尽量的希望它呢 能够 就是 不要花擦的太多 花擦的太多 还是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篮子本身的感觉呢 让它能够展现出来 不要因为花太多了 然后 篮子的型都没有了 好 其实 如果能够把体量也展现出来 是最好的 好 那我在它的后段的这个部分呢 好 我们会看到 我们说过这个花呢 它其实也是属于是四面花 四面花 最少是三面花 那如果说 嗯 我们 后段呢 都是空的也不太好 所以我在后段呢 加两朵的这个菊花 好 让它 若隐若现的 两朵 黄菊在后段的感觉 好 就不要太大 好 在侧量的地方呢 要再加一些 白色的小花 好 这样子我们不管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它呢 它都是 看起来都是 富富贵贵 圆圆满满 饱饱满满的 这个第二件的这个 小型的这个兰花呢 把它插起来了 那那个 记得在 《红楼梦》里面呢 这本书中呢 这个《跛脚道人》 最开始在 整部 书的开始 就唱念了一段话 那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 功名忘不了 那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 金钱忘不了 然后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 娇妻忘不了 那世人都小 神仙好 唯有 娇妻忘不了 那在这个好聊歌里面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呢 生命 我们在人生中 在追求各种 我们所需要的 功名 财富 那 七贤 然后 只贵 但是 也让我们体会到 其实生命最后 就像师父说的 以上法 为基础的一个 人生 它将是 充满的 灿烂跟光明 与尊贵的 所以感谢 生命电视台的 美好音源 还有所有 夫台东得主的 音源 然后我们导演 摄影师 还有 我们很多 我亲爱的同学 我的学生们 一起的帮忙 让我们能够完成 这一次 很顺利圆满的一个 节目的录影 那内心感觉到 非常的喜悦 跟感恩 好那 愿此相华 遍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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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hank 阿弥陀佛 United 小姐的laughs 美好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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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苛陀佛 邮政划播 戶名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划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礼拜三昧水灿 护生祭甘露诗时 宫秦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2月9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建牌位 欢迎填写 年度共生 普愿功德皆回向 系念弥陀 弥阳两立 度友情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年度共生总回向 特举办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群作法 日期12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什么是出地的菩萨呢 出地的菩萨 他不再有执着 内心不再恐怖 也不升起颠倒 不会打妄想 他不担忧生活 也不惧怕死亡 不会对人产生怨恨 也不会对人毁谤 进入了出地的菩萨 他等于升到了诸佛的家中 他以助人为本分 以布施为快乐 能少龙佛种 也能弘法度化众生 内心与菩提相应 欢喜踊跃 所以叫做欢喜地 ほら不勝判 连读坍 演员 贝依坚 秋生生生生卷 遠胀夜 unkin殿 是自悲 放肩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